大家好,这里是优恩汉语学校 我是今天的老师,宋雪娇 大家可以叫我宋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学习HSK四级的真题 现在很多的同学都会考HSK四级 你们知道考HSK四级有什么用吗? 那老师呢,来告诉大家HSK四级证书的用处 第一,申请中国大学留学 如果你想来中国大学留学 那首先呢,你就应该有HSK四级的证书 那第二,可以申请中国大学奖学金 如果现在你已经在中国的大学留学了 那如果你想申请中国的奖学金 就一定要有HSK四级的证书了 那你要怎么得到HSK四级的证书呢? 首先,你要掌握1200个汉语的生词 除了这些生词以外 你还应该了解一下考试的内容 我们HSK四级考试分为三个部分 听力、阅读、书写 每个部分是100分 如果三个部分一起 你可以得到180分的话 你就及格了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HSK四级的证书了 那今天呢,老师会给大家讲解 2018年HSK四级的汉语水平考试真题 老师呢,会讲听力、阅读、书写三个部分 告诉大家一些考试的小方法 希望能帮助大家顺利的通过考试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一起学习一下听力部分 那在讲听力以前呢 老师先来告诉大家一个做听力题的小技巧 Lessening skill 我们在考试以前应该提前看考试题的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提前看考试题的内容可以帮助你了解 你要听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HSK四级考试的听力题是怎么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HSK四级的考试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力 第一部分有10道题 第二个部分有15道题 第三个部分有20道题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不先看一下这个题目的话 那你在听的时候就非常难听出来答案 所以老师建议在考试以前应该提前看一下考试题 好,那有的同学问 我什么时候看考试题呢 嗯,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了 老师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看考试题 就是在听力介绍的时候 你可以看考试题了 那大家可以先来听一下听力介绍 听力介绍 大家好,欢迎参加HSK四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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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K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45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好了,那大家听完了这个听力介绍 那这个听力介绍呢 一共有一分钟 我们每一次考试的时候 前面开始都有一分钟的听力介绍 这个时间呢 大家不要浪费了 因为每一次听力介绍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时间来提前看考试内容了 那除了这个时间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时间可以看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听力每个部分开始的地方都有一个 例如 嗯,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每次考试也都是一样的 就是每个部分的介绍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和第三部分 在这个例如的介绍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来看一下下面的考试题 我们可以也听一下第一部分 听力题的介绍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 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好,大家听完了 这个部分呢 也有一分钟的时间 那第二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 分别有30秒和40秒 45秒 那这三个地方的介绍在一起呢 有3分钟15秒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用来看 接下来的考试题 我们第一部分的介绍和前面的听力考试的介绍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在考试正式开始以前 大家是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去看题目的 这两分钟一般的同学都可以看完第一部分的十道题 好了,第一个Lessening Scale我已经讲完了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听力的第一个部分 听力第一部分是第一题到第十题 判断对错 那下面呢 这个部分就是听力的介绍 例如 刚才老师说 在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做什么呢 没错 这个部分每次考试都一样 所以大家要用这个部分的时间去看下面的考试题 那老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部分是怎么样的 在第一部分你会听到这样的一段话和一个句子 听以后你要想一想这个句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如果正确的请选择这个符号 如果是错误的请选择这个符号 因为在每个国家正确和错误的符号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汉语里这个符号是正确的 这个符号是错误的意思 好了 那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现在开始第一题 这个时候我们的考试就正式开始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看以下下面的考试题了 这时候要注意听 因为你的听力开始了 这句话是现在开始第一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正式看一下我们的考试题 听力第一部分 第一题 大家呢在听力前要先怎么样 没错 要先看一下考试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试题 房间还没有整理 房间还没有整理 那在这里呢老师要告诉大家第二个Lessening skill 这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看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样的词呢 一定要注意不和没 这样的否定词 因为我们看这个不和没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听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整理还是已经整理了 所以在这道题里我们要听到非常重点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没有整理 就是没有整理还是已经整理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的录音 一 不好意思 房间有点乱 我昨天刚搬过来 还没来得及收拾 房间还没有整理 好 大家听好了以后 你们选出答案了吗 你们觉得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听力 不好意思 房间有点乱 我昨天刚搬过来 还没来得及收拾 我们听到最后一句 他说还没来得及收拾 所以这里是没收拾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题目里是没有整理 都是没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这道题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所以呢 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技巧 就是你在看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题目里的没或者不这样的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力里的生词 大家可以跟老师来读一下 第一个 乱 乱 搬 搬 来得及 来得及 好了 那除了刚才老师说的小技巧以外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题里边 他说的是整理 那在我们听力的时候呢 听到的是收拾 整理和收拾的意思差不多是近义词 所以老师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在背生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意思差不多的词 那老师在这儿有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和整理还有收拾意思差不多的 另外的一个词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能回答呢 没错 就是打扫 所以如果你听到还没打扫的话 那和还没整理的意思也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题也是正确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些意思差不多的词 好了 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的这个第二个 Lessening skill 我们再重复一下 要注意不和没这样的否定 好 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这个Lessening skill 所以请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考试卷的第七题 第七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 年轻人不喜欢住在郊区 年轻人不喜欢住在郊区 这里郊区是离城市非常远的地方 郊区 好 那刚才老师告诉大家 如果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词呢 没错 就是不 这里有不喜欢住在郊区 那我们应该注意听什么呢 没错 我们应该注意听年轻人不喜欢 还是年轻人很喜欢 好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听力录音 七 七 虽然这里是郊区 但周围交通很方便 再加上房租便宜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租房子 年轻人不喜欢住在郊区 好 好 听力录音听完了 大家知道答案了吗 那先跟老师一起看一下这个听力的内容 虽然这里是郊区 但周围交通很方便 再加上房租便宜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租房子 我们看最后一句话 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租房子 那这个意思是年轻人喜欢在这里租房子 还是不喜欢呢 对就是喜欢的意思 那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第一句说了 这里是郊区 所以呢 我们说这道题是错误的 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里租房子 不是不喜欢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不或者没 好 那跟老师来一起学习一下声词 第一个 郊区 郊区 交通 交通 方便 方便 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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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租 租 好 不知道大家做对了没有 那如果没做对也没关系 我们再练习一下 请大家看到这个考试卷的第九题 他没买到车票 他没买到车票 那谁能告诉我这句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词呢 没错了 没错了 就是没 那我们要想想他没买到还是买到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听他没买到车票还是买到车票了对不对 好 那大家先来听一下听力录音 九 你看看你的火车票 如果座位号最后一个数字是零四五或者九的话 那么你的座位就在窗户旁边 他没买到车票 好了 听力录音听好了 大家选对答案了吗 那等一下老师再告诉大家答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听力 你看看你的火车票 如果座位号最后一个数字是零四五或者九的话 那么你的座位就在窗户旁边 我们看一下听力最开始 他说你看看你的火车票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你能看你的火车票的话 那你现在已经有还是没有火车票呢 没错 是已经有火车票了 所以原来的题目说 他没买到火车票 他没有火车票 和我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错误的 好 那大家来跟我一起学习一下声词 票 票 座位 座位 窗户 窗户 庞边 庞边 好了 刚才的三道题不知道大家都做对了没有 但是呢老师呢刚才教了大家两个关于听力的办法 我们复习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提前看考试题的内容 这样你就知道你要听的时候听哪些内容 什么地方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看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题目里的不和没这样的否定词 因为它们是关键 你要听 在听力里是不没的情况还是是有的情况 好了 那我们的听力呢就到这结束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阅读的部分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HSK阅读的部分 那很多学生呢都觉得阅读的第二个部分非常的难 那老师呢今天就告诉大家一些做第二个部分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是56题到65题一共10道题 它的题目呢是排列顺序 它会给你三个句子 ABC的顺序是不对的 所以呢大家要写正确的顺序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A可是今天骑晚了 B平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 C所以就打车来公司了 这个顺序是不对的 所以正确的顺序是B A C 平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 可是今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所以就打车来公司 好那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题型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大家可以看第56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个句子 我希望他以后能像老虎一样勇敢 B遇到任何困难都不害怕 C老儿子是虎年出生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句子 哪个句子会是第一个呢 那接下来呢老师就告诉大家一个做阅读第二部分的小办法 Reading skill 在第二部分 如果你看到subject和是这样的一个structure的时候 它经常是第一句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东西是什么 这样的句子它经常是第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里A B C三个句子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没错了 就是C B我们看一下C 儿子是虎年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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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句子一般是在第一个 好那接下来还剩下两个 我们看一下A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像老虎一样勇敢 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他 那这个他是谁呢 所以我们知道在A的前面应该出现一个他 那这里的他其实就是儿子了 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应该是A 那这时候最后一个就应该是B了 好了那这个答案应该是C A B 儿子是虎年出生的 我希望他以后能像老虎一样勇敢 遇到任何困难都不害怕 好了那大家都做对了吗 大家可以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 第二个生词 第一个 希望希望 希望像一样像一样勇敢 勇敢 遇到 遇到 任何 任何 苦年 苦年 出生 出生 好了那不知道大家学会这个办法了没有 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我们可以看这个考试题的第58题 有三个句子 有三个句子A B C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张老师是专门教汉语语法的 B都说他很厉害 C那些上过他课的学生 好了 这里有没有老师刚才说的主语加是的这样的句子呢 大家可以找一找 没错了就是第一个句子 张老师是专门教语法的 张老师是什么什么 好那刚才老师说 这样的句子经常是第几个呢 没错 这样的句子经常是第一个 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B 都说他很厉害 那在B里呢有一个都 有一个都 那我们说谁都说他很厉害呢 这里的都应该说前面有很多人 对不对 一个人不行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C C是那些上过他课的学生 哎这个那些学生就是很多人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说C应该在B的前面 那我们这个答案应该是A C B A张老师是专门教汉语语法的 那些上过他课的学生都说他很厉害 那些上过他课的学生都说他很厉害 大家做对了吗 OK 好那我们下面来一起学习一下声词 第一个专门专门教教 语法语法 好了 如果这道题没做对没关系 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大家可以看63题 A 如果你愿意放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儿住 B 但我平时都会打扫很干净 C 我父母的房子一直是空着的 嗯 大家看一看这里有没有刚才老师说的什么是什么这样的句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我们看一下C 我父母的房子一直是空着的 啊 这个就是刚才老师说的主语和是的句子 所以他应该是第几个 没错 他应该是第一个 好 那还剩下两个句子我们看一下 A 如果你愿意放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儿住 B 但我平时都会打扫很干净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B 它说但我平时都会打扫 我打扫的是什么呢? 我打扫的是愿意住还是打扫的是房子? 没错 没错 打扫的应该是房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B应该在C的后面 所以应该是C B A 好 我父母的房子一直是空着的 但我平时都会打扫很干净 如果你愿意放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儿住 好了 不知道大家做对了没有?C B A 那跟老师来一起学习一下生词吧 第一个 愿意 愿意 暑假 暑假 平时 平时 一直 一直 空 空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还是一样的办法我们多练习几道题啊 我们看一下 64题也是这个考试卷的64题 有三个句子 A 出发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B 外出旅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C 为了保证出行顺利 好了 那跟刚才老师说的一样 老师说什么是什么这样的句子经常在第一个 所以这三个句子里A B C D哪个是第一个呢? 没错了 就是 B 外出旅游是什么? 外出旅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所以呢 这里 B 应该是第一个 好了 那还剩A和C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C C 这里有为了 为了 那为了呢是一个语法 我们一般说 为了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做什么? 所以为了经常在前面 后面有一个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 C 和 A C 是目的 A 出发之前准备工作 所以这里是做的事情 那我们这道题 C 应该在 A 的前面 所以应该是 B C A 所以如果你知道为了的语法 这道题就很容易了 对不对? 好了 那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生词吧 第一个 C 第一个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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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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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少 准少 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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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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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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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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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寽所 arm 仿意 保证 时得 第四个目的 Play 属 顺利 顺利 好,那这道题我们也做完了 我们最后再看一道题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A 恐怕是迷路了 B 结果还是没有走出去 C 我们已经在森林里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句子 老师刚才说什么样的句子常常在第一个 对,就是一个主语subject加是这样的情况的句子常常在第一个 但是注意是的前面是subject subject经常是什么呀? 经常是名词比如说什么东西什么人这样的,对吗?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们看一下A 恐怕是迷路了 这里恐怕是主语吗?是subject吗?是名词吗? 恐怕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是有点害怕可能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不可以做subject 不可以做主语 所以这个句子和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句子是不一样的 那它不可以做第一个句子 好了,那这里还有一个结果还是没有走出去 这里结果和恐怕是一样的 都是表示都是不能做主语的 结果是finally这样的意思 最后这样的意思 所以也是不能做主语的 那这个A和这个B都不是老师说的这种情况 所以它们都不是第一句 那我们要看一下意思了 我们要看一下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里 我们已经在森林里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这里有我们 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人 它可以做一个句子的subject 主语,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句子 一般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第一个句子是C 好,我们走了一个小时 但是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还是没有走出去 所以我猜我们怎么样 我们可能是迷路了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C,B,A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老师说的可以做第一个句子的情况 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主语加是怎么样 这样的句子 所以是subject加是加怎么样 这样的句子 好了,来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生词 第一个 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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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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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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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森林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 阅读的第二个部分 小方法也已经讲完了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reading skills 我们要主语subject加是什么 这样的句子经常是第一个 这样的句子经常是第一个 如果不是主语加是这样的句子不是第一个啊 一定是主语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我们阅读的部分今天也讲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会讲书写的部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HSK四集的书写部分的第二个部分 看图用词写句子 你呢 会看到一张图片 图片的旁边会有一个词 你需要根据图片的内容和这个词一起来写一个句子 这就是我们四集书写第二部分的题 那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部分很头疼 不会写句子 或者写了句子不能得到很高的分数 那今天呢 老师就告诉大家一些方法 帮助大家写得好也能得到高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 这道考试题的96题 这里有一张图片 还有一个词 嗯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里都有什么呀 对 这是一个脚和穿着黑色袜子的脚哈 好 那这个词呢 这个词有谁认识 啊 没错 这个词呢就是破 破 它的意思呢就是坏了的意思 好 那如果我们写句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第一 第一个步骤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在图片里找到合适的名词 来做主语和宾语 啊 来找名词做subject和object 啊 然后呢 第二步呢 可以给 可以用给的这个动词写一个句子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在图片里 你能找到一个名词吗 啊 对 这个图片里边有脚啊 也有袜子啊 所以这些呢都可以是我们句子的主语 然后动词是破 所以你可以写什么样的句子呢 来看一下老师的句子 袜子破了 袜子破了 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句子分数特别少 一般呢只能得到三分到四分左右 最多就是四分了 所以呢 我们不想得到这个很低的分数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句子更长一点 更好一点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看第三个步骤 就是可以给你的句子加一个原因 一或者扩展你的名词 扩展名词的意思呢 就是把名词编得长一点 那老师给的方法是 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谁的 或者这个东西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一说这个东西的样子 比如说袜子 我们可以说谁的袜子呢 没错 可以说我的袜子 什么颜色呢 我们可以说黑色的袜子 那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想加一个原因 可以加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 袜子破了的原因是什么呢 看一下老师的 因为我走路很多 所以我的袜子破了 因为老师走路很多 这是原因 结果呢 老师的袜子破了 那你也可以想想 还有什么原因你的袜子会破 比如说你买了便宜的袜子 那袜子也很容易破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要给你的句子 加一个原因 然后扩展你的名词 这个句子 我们就可以在考试中得到五分或者六分了 好 最后如果你还是不满意这个分数 我们可以再让它的分数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第五个 那第五个方法就是用一个动词的语法 因为我们这个里边给的词是动词 所以我们用一个动词的语法 老师呢 这里给大家推荐两个动词的语法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动词加得加很怎么样 这样的语法 第二个可以加正在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语法 好的 那比如说我们用一下第一个语法 因为我走路很多 所以我的袜子破得很严重 破得很严重 我用了第一个语法 那比如说如果游泳 我们也可以说他游泳游得很快 游泳游得很快 他唱歌唱得很好听 他唱歌唱得很好听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语法 所以如果是动词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语法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用了这个语法 你的句子可能会得到七分或者八分满分 那正常呢 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考试 我们句子 我们写句子的满分是八分 所以如果你写了这个句子以后 你的句子就是最高分了 这回你应该满意了吧 好 那大家来再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方法 第一个在图片里找到名词来做主语和宾语 第二个用动词写一个句子 第三个加一个原因 这个是给你加分的地方 第四个扩展你的名词 第五个用一个动词的语法 每多做一个步骤你的分数就会变多 好了 那我们再一起练习一下好吗 我们看一下考试题的第97题 这个图片也是动词的图片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图片里边 我们需要怎么样 找一个名词做主语 嗯 你觉得谁可以做主语呢 啊 没错 这里有一个女生对不对 好 那用给的这个动词说一个句子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说 我们可以说她打扮 嗯 那注意这里是女生 所以呢 你要用这个女生的她 然后你也可以说这个女生打扮 这个也可以的哈 好 然后我们要再多的分数应该做什么了 没错 应该加一个原因 加一个原因或者扩展你的名词 这里没有其他名词 所以我们只加一个原因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想想她为什么打扮呢 女生为什么打扮 啊 啊 老是想了一个原因 今天要见男朋友 所以她打扮 啊 她想和她的男朋友见面 应该漂亮对不对 所以她打扮 啊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可以得到五分或者六分了 好 如果你想得到更高分 应该怎么办 啊 没错 就是用一个动词的语法 啊 刚才老师有推荐两个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第一个 今天要见男朋友 所以她正在打扮 啊 老师用了这个第二个语法 或者呢 今天要见男朋友 所以她打扮得很漂亮 啊 老师用了第一个语法 嗯 所以这两个语法 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练习 嗯 如果大家还是有点记不住的话 我们可以再练习一个 好 大家可以看这个考试题的第99题 也是一个动词的句子 好 那看一下我们第一步是什么来着 没错 就是找一个主语 啊 那你看一下 这里有谁呀 有爸爸和孩子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说什么 爸爸脱孩子的衣服 啊 爸爸可以做主语 那这里孩子的衣服可以做冰鱼 好了 那大家应该想得更多的分数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没错 加一个原因 为什么脱衣服 嗯 我觉得是孩子很热 所以爸爸脱孩子的衣服 啊 那这个句子刚才我们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但是如果想考高分的同学 你应该怎么办呢 没错 就是给这个动词一个语法 那老师刚才推荐了两个语法 所以你有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带动词语法的句子呢 啊 看一下老师的句子 老师说孩子很热 爸爸正在脱孩子的衣服 啊 这里老师用了正在这个语法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书写的三个图片 三个动词的图片呢 我们就都学完了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考书卷里有五道题 其中呢 有三个词都是动词 那还有一个词是名词味道 还有一个词呢 是形容词伤心 我们呢 会在以后的课程中 再教大家怎么写 名词和形容词的句子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书写的内容也结束了 来我们复习一下 书写的技巧 我们是在说动词的句子 第一个 在图片里找到合适的名词 做主语和宾语 第二个 用给的动词写句子 第三个 加一个原因 这个很重要 第四个 扩展你的名词 我们可以说谁的 什么颜色 或者它的样子 第五个 用一个动词的语法 老师呢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了两个 那其实动词的语法还有很多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 也会慢慢告诉大家 今天呢 希望大家能学会这两个语法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结束了 今天呢 那我们讲的这个考试卷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 Learn Chinese with UN 找到听力录音 名字是H418001 如果你想得到本套考试题的PDF 可以给我们留言 跟我们联系 那欢迎呢 大家跟我们咨询更多的汉语课程 我们会帮助你提高你的汉语成绩 一些礼物 我说我的字幕 你给大家帮助你 不是